整个世界里面啊 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呢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世界上的任何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爱 你所参加所有的基督教的宗教仪式 却不是因为爱 你的信仰就是死了 你可以遵守所有的教会的教条 而不是因为爱啊 你的信仰就变成很空洞了 你可以因为敬畏神啊 做尽一些讨神喜业的事情 但不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呢 你这个信仰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他不跟你要求说 你今天来拜啊 这个神 你要拜红包 你要带一只烧猪 一只烧鸭 然后你要拿水果来 你要拿什么什么来 不谈这个东西的 耶稣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教的根源 只要你爱主 你给上帝最好的呢 不是你给多少钱 也不是你在教会担任什么的任务 而是你把你的心 满满的 让 满满的 是把你的爱给了耶稣 我们继续看下去 就是说呢 换句话说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爱的关系里面 你和耶稣亲密的关系 没有这种的亲密关系呢 你就堕落在宗教仪式的诅咒里面 你来只是 你来只是一个 对你好像空洞没有意义的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带你进入宗教的诅咒 而是让你跟这位神啊 耶稣有一个关系 有些人来找耶稣 是为了想要更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活 更丰盛的生活 有些人为了要找平安 有些人为了要找 为了让事业更好 有些人为了婚姻美满 要改善那婚姻 来老教会来找耶稣 有些人为了要解决他经济的问题 有些人为了要得医治 这些东西都是好的 也没有错 但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就失去基督教的根和本了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所以不同 因为你不必用 用你的钱 用你的香蜡烛 哇你看那每一年他们去提供 哇比赛了嘛 怎么比赛 你出的龙香一只啊 我出的龙香比你更粗更大的 你看他们去拜神啊 他们要插一头香啊 第一支香啊 要踩很多人要爬 我很高兴啊 这么可怜 所有的人 拜了这个神只有一个人得到祝福而已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拿到头 第一个头香罢了 对吗 但是整个基督教你要上帝的祝福 你要上帝 特别优待你 看顾你 你不用插地支箱的 这里没有炉的 你不用拿一支箱地支来跑 来插地支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上帝的祝福吗 你只要跟他有神秘的关系 你要上帝的照顾吗 看顾吗 你必须把你的关系建立好 当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建立好的时候呢 难怪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广东话说 所以你的祝福 你的生命的改变 在于从那里开始 跟耶稣有一个亲密关系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所以你要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就没有关系了 什么都给你了 对吗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哎呀 Darling 你爱我 你就算我这个钻石戒指吧 多少钱 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出一半 你出一半 我很好 我出八十八块 你出八千八 没有关系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有关系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爱的关系建立起来 OK